那我不如维持上一场BO3的一个思路 我一抢巨魔 我还是妨碍一下你拿女枪的计划吧 在BP的同时呢 邀请大家半卡解锁普发 定制拉杆向 惊喜之旅即刻启程 那抗OMG前两手怎么去应对 还是想早点把艾克给抢下来 做一手摇摆嘛 但是我觉得上一局是 看辛德拉的情况下去 做的一个counter是好选 但这一手就可能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艾克即使是放在打野位上 面对巨魔可能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确实巨魔打野 面对艾克的话 其实他比较灵活嘛 对 不太好限定 留不住 吸也没得吸 那我觉得OMG先抢的维鲁斯是合理的 在这个板子上面 你总不能在看巨魔的情况下拿女枪 艾克还是就锁下来 二三手这边 要不要考虑把下路组合给出了 还是直接出中野 女枪不能不选 不选的话下流连女枪都没有了 对 而且还是刚才上一把毛哥提供的一个思路嘛 对吧 就我自己枪锯魔之后 然后我再把女枪给选拥 不是两个同边我就不怕了 那女枪泰坦了嘛 是不是 合理 女枪泰坦了 就一般女枪这个英雄现在出场就是搭配泰坦了 是的 那第三手 都是搭配黄子 现在其实搭泰坦多点 看锤石啊 或者布隆啊 这边 我觉得这手OMG还是大概要出一手辅助吧 这样的话还能让艾克这边再去做一手摇摆 没有塔姆的情况下 一地记这边上班 这个女刀上一把发现很好 女刀这把要不要考虑 女刀可以考虑一手 但是这样便会不会有点伤选手的自尊 以你前职业的心路历程 但因为现在现在搬中路其实也行 但这手艾克呃不知道他是哪条路 嗯 女刀也是最后犹豫了半天之后选择搬掉了船长 嗯 船长跟上一局是一样的 对上一局也也有搬掉船长 是的 呃铁男也被OMG这边自己搬掉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要不倒面还是ban了吗 因为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还是会选 就是还是会打不过 我感觉OMG其实还是可以第四手直接出女刀 对吧 我女刀也能摇一手 对 可中可上 对 没毛病 Icon也是比较喜欢去玩女刀的 而且还能算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算是抢断了Scout的英雄 最后一地记左思右想还是要把这手给n掉 有点老实 这手我觉得还是要搬的 主要上一把女刀确实能看出来手也很热 对 这边猴子放出来了 OMG直接拿下 哇 吓得我一跳 看到威恩有点兴奋 后来发现没有 威恩肯定是随便点的 贾克斯其实是一个不错选择 在一打一面对猴子的时候 效果很好 猴子现在大部分的伤害来自AQA 贾克斯可以完美地规避到这轮伤害 来了 祖传大树 祖传大树 那这样的话输出但是就全部压在这个双C身上了 不过猴子打树还真的打不太动 对线的话就两边最发育 对的 黄姬大树 哇这把EDG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是要打一个慢节奏了 这把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中后期 是的 那OMG相反的应该要考虑全力抢攻 因为你事到如今要跟EDG配 对的 EDG 但我OMG最后一手卡萨丁 那卡萨丁的话说实话不是很好 因为你说卡萨丁加艾克的这个中野 上下路的兄弟感觉很难受 是的 但是这把是有都有 该有都有 都没有受到限制 最后犹豫了再三之后 还是回头选了卡萨丁 那这一手卡萨丁锁下来之后的话 其实前期 是由OMG现在要来做一个B站了 但是你OMG下路包括上路这个组合 其实前期难免还是要去跟对面做一些博弈的 因为其实是不适合龟缩的英雄 因为这把即使说你拖到大后期 我觉得Icon也不能保证说 我卡萨丁到了16级之后 就能完全就hold住整个局势 那我就可以一打全部吗 不好说的 而且说起来EDG的一些稳定控制技能其实挺多的 你就跟OMG进进出出 对不是你卡萨丁想要打进进出出 把对方C位全部踩死 其实很不容易 在泰坦加大树的面前 真的进去一波被联定 然后被强行秒杀 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EDG的阵容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 就它的输出能力上不会说很强 就比较依赖这边双C去做一个输出 因为其他位置也是坦克属性居多 那这样的一个局面就导致说 OMG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先手 我这边猴子陪有卡萨丁先吐到你的后排 但集火死你一个人的话 可能剩余残局能力上 说不定OMG有机会能占据上风 握有先手能力的人 OMG还是要多一些 因为最近猴子这英雄确实比赛也看了 现在后排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流行的射手都是女枪维鲁斯这种 都躲不掉 完全躲不掉 只要他一进到你就是没了 这把也是看一下 这首维鲁斯是一个什么流派吧 因为最近各种都有 感觉这把 我我我我在想我在想 因为我觉得Poke流好像稍微占优一点 但是一般配日女这种辅助是很少Poke的 对因为不搭 对一般说你配上一些保护型的你会选一些Poke流 但是但是为什么说Poke流比较容易第一对线比较容易取得优势 第二中期的时候比较容易在重要地图目标争夺战的时候 达到一些血量上的优势 不需要真的硬打 因为你卡扎丁前期你真的跟人家硬接好像接不太住 所以我觉得这地方他其实是两种都有选择空间吧 都有他各自的好处 这把前期两边应该是要发育一下 三条路都是比较偏发育的 其实EDG整体阵容阶段也是比较慢 不过既然中单OMG选择的卡扎丁 就代表他中路其实是基本前期是要被推线 然后线权这里有EDG还是要大些 包括说下路的 下路应该是OMG先权要多一些 两边各有胜负 这边看到马尔哥的一个天赋点法 这把应该也是不选择走一个Poke流了 是的就攻速特效了 中路 Scout这把也是觉得自己对线没有任何压力 直接选择一个萃取出门 上校出来给曲线 看着懂得要扣1 给了EDG高3%左右的一个力量 蛮长一段时间的 更看好OMG这个大后期的一个能力 对 但是也只给他5分钟的优势 感觉也就看好上校比较看好 就卡扎丁的一个后期能力 对吧 其他位置其实上校并没有那么喜欢 对 看一下基斯福文 Hacker这把也是选择带了一个黑暗收割 对 这个带法还是比较自信的 这个嘛 这个嘛 不知道这个情报的OMG会不会选择让Hacker直接去对面的蓝Buff 我觉得可能性蛮高的 那当然OMG这样是会有一点牺牲的哦 就是理论上下路对线限权大的司马老贼必须要稍微让一让 不能那么压 对 来 以及一个勾 勾得很准 这边勾到马哥 但反手一套消耗的话 这边好像 EDG是更亏一点 对的 就说了OMG这个下路组打人比较强了 对 那这个时间因为杰杰其实还在刷 还没有过来的关系 所以硬锤一套 EDG也是打得相当的凶 但是感觉EDG这边就是有意识想跟你多换血啊 这样的话 等下你血量过低的话 其实配合杰杰是有机会来做一个约塔的 这把对线来讲的话 其实下路马哥是选择一个治疗 是增加一下自己最拼的一个能力 嗯 但是可能说中后期就没有太多保障了 不过对面这把也没有太多控制 进化能解的控制没有太多 中路来了 这边EDG都很快 两极美口直接游走到中路 这波想三包一帮一下Icon Hacker也在附近 但这波这个位置感觉还是很难吃线啊 这个一个勾到了 虽然交一个闪现 但是位置有点拉不开了 这个位置闪上来想换 但是美口一个极限闪现 锁住自己血量 同时Hacker这边应该是要 又被沙皇 闪现EAA死了 这时候交一个TP下来 感觉要复仇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 余坛指着一下 如果再敲一棒的话 他自己也要倒了 而且一个三级的卡塔亭 这波过来感觉也并不能继续作战了 上路两个人倒是最拼的起来 但Gino的血量感觉十分的不利 猴子利用了一个分身 A了一下以后打出了自己的征服者 不过Gino这个是个大树 回了一口血 在塔下还有300血还OK 这波感觉Gino好像是有意识想往中路靠一靠 因为在那个位置被猴子堵住 对的 这波打完之后感觉OMG这边 这中野有点爆炸了呀 这卡塔亭前期被这样杀 而且沙皇顺势起飞 本来两个人的掰手腕的力量就差非常多 EDG这边节奏太快了 打得OMG有点措手不及 这边利用上路一个推线优势 想来换一下对面的一个蓝buff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大树可能过来 但是有没有Q的角度 这波角度感觉不是很好 反而Gino自己血量很危险 这边直接被单杀 哇好惨 这个位置Skull也自然过来了 Kars利用分身做一个躲避 沙皇到场的话 我们G应该就放弃了 感觉Gino 今天感觉状态不是很好 这波其实2打2没打过挺伤的 让上路Kars也是收到一颗头 中路来了 这位置感觉艾康跑不掉了呀 但是有一个TP 哇这个TP很关键 20TP保住了 要把他在上路收获的优势 来提供给队友保一手 这波硬保一手艾康 好兄弟 这波感觉不交TP的话 艾康应该是跑不掉了 对 那后续这个蓝buff 看Hiker还会被继续选择 去做一个入侵了 但是上路的兵线现在不是很好 必须要Kars赶紧回到线上 先处理一下 嗯 现在这个局面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关键还是你刚才提到的 OMG的中野受到太严重的打击了 而且这个中野 感觉在25分钟前 都没有太多作战能力 这把感觉 呃 Skout的水晶鞋一出的话 中路 就基本上可以随便玩了 是的 而且同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 你中路的线权全部丢失 然后完全拦不住Skout的发育 对 他的速度会比一般的沙皇快很多 竟然家里回家还能够拿个矿刀出来 感觉OMG这把能依靠的前期 也就是这个猴子了 这把全部的担子又压在了这边Kars身上了 已经是第二局是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了 可使得优异的发挥 是否能够替OMG全队带来希望呢 现在基诺其实上路一打一已经完全不是对手了 是征服者的一个猴子 持续作战能力还是领先大树挺多的 嗯 姐姐来到下路想找机会控一下这个资源吗 其实这把不管是杠格还是空中都是非常好选择 在这边OMG下路率先出手 这把感觉是一级反打的一个机会啊 巨魔来了 宽箭是巨魔来了 但这位置没有选择上了 其实看来这位置Mako可以反手勾一下 路上是不是有被视野发现呢 可能是直到对面看到了 可能放弃了 而且艾克也在一个有可能支援大的位置 而且下路这个兵线其实蛮尴尬的 现在小五的闪现是还没有算好的 这个兵线被巨魔柱子卡到应该是要交 来了 姐姐确保自己有一个视野 这波感觉甚至都可以直接从线上走了 他们瞄准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闪现的小五 哎 这位置一直在在演 对 一直这边想勾引OMG过来吃冰 但是小五这边意识很好 也不上当 但是有泰坦的话 还是可以尝试主动一手的勾一下 但只有铝坦作为一个目标可以打 这位置还想杀一下马哥 但马哥这边是有双招的 逼出双招之后选择再激活小五 可是小五是没有闪现的 走不了了 再被补一枪 人头让给后普 那顺势感觉还可以去吃一下这条小龙 下路兵线非常多 中烈也有一个推线的一个优势 这波下路再被必须一个双招 对于OMG来说又是雪上架霜了 好难受啊 什么时候能够等到克斯能够来别路辐射他的优势呢 先去反蓝 知道你卡萨丁没有蓝 你对线很难受 哇 这波再来中路 再来限制一下这个中路icon的一个法语 原本就贫困的家庭也变得越加艰难了 这打完之后前期OMG这个已经有点小崩了 是的 那最后这一手的就是卡萨丁 原本就是想要压宝在卡萨丁的carry能力上面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卡萨丁的发育周期非常的长 而且没成型是carry不了比赛的 感觉现在要去上路找一找 有没有月塔的一个机会了 虽然你是一个大树 但我艾克配猴子 其实还稍微有点机会 而且领先的量其实还蛮多的 那要不看猴子 先吃一下先锋 把上路这个优势给利用起来 但是我下路是优势的 这波Maker是率先的一个支援 虽然OMG这边视野做得很好 但这波团战感觉也不好应接啊 下路直接一个弹幕时间把兵都清完 上路这边击多 率先利用大招留住两个人 递出了海克的一个大 后续这边是一个四打二呀 这波感觉 上路把艾克推出来 艾克死掉了 艾克在周边 这没办法 这只能边缘游走 这个等级的话是有点没办法 而且克死也被留了下来 完了 这波艾克没有蓝 参与不进来 队友的战斗 想让头 最终等到了Scout的Q技能CD好 哇 后普好稳 下路害怕自己塔下出危险 直接选择 徒步支援到正面队友 大招清完兵之后 大步流星 发挥了女枪的优势 跑得快 这把EDT前进 基本上是一个完美节奏 Maker也同时 在这一波团战过后 拿下了5000助攻的历史里程碑 也是历史第一人 对的 而且其他人真的感觉 一年之内都不会追上他的这个数字 就距离最近的小虎也差1000多个 没错 这个先锋也是让EDT收入囊中 下路虽然OMP是有吃到肚损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足以弥补 上半区所亏损的东西 看一下这波 这波关键是虽然先开这个大树 但大树一时三回 击杀不了 而且这个大招效果太好了 这波感觉这个先锋 动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续感觉应该早一点撤了 看到人就应该撤了 因为当时OMP视野其实是比较好的 应该是能提前看到对面的人的 而且人数上面本来就已经 在下路看到只剩女枪一个人 手塔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EDG这里是辅助 已经支援到小虎先锋 这波应该果然选择放弃下路先锋 或许没有及时撤退 又给到OMP 又给到EDG一波留人的机会 现在守护下路先锋的结节 看要把这个先锋接到哪条路 这把其实叫中路收益是比较高的 因为卡塔丁一个人亲眼能力一般 对 感觉感觉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啊 那由于前期有所领先的克斯 现在还是有一个20道的压刀 但他大树慢慢装备补出来之后 他还能不能像前面一样 直接把他压到底血就很难说了 感觉结节现在重新归队之后 最近几场发挥都是可圈可点 上一场也是连强两条龙 对的 节奏掌握得相当的稳 这位置来了 中路双人组一波转线 四人集合推中 然后再叫出峡谷先锋 一打一还是防守不了了 而且现在Meko可以扛塔 结节也能扛 这边要守的话是能跃的 而且顺势这边再立一个太阳圆盘 还能再推过二塔 这就是沙皇这种英雄 在中路推进的时候的优势啊 在压你二塔 二塔连杜城都没有 这被打次很脆的 中路连下两成 这个十分钟 经济领先已经来到三千块 而且一个TP是踢到下路 瞄准的是没有闪现的马哥 这边刘萨已经上来之后 做一个单打再一个推 这边有一个治疗 主要的没拦了 反而自己被逼出一个闪现 同时TP过来的艾康直接闪现一个异技能 留住了黄机 艾康拿到Shutdown确实好像还不错 但是赶到战场的Hope 直接一个弹幕时间收掉了马哥人头 结节也砍一下艾康人头 我的天 两边打的却太急 十分钟打了十一个人头 对完全没有在跟你拖时间 拖脚步的上路的部分的话 猴子是选择直接闪现上去一波大招 把Gino给打起来 但是这个空蓝的大树 却还是有相当充足的血量 撑过了这一波的攻击 交了一个闪现回到塔下 这波大树的大招效果很好 现在是有TP的 这个上路塔 不知道敢不敢踢 感觉不是很敢踢 三个人在塔下还是有点危险的 但这样资源上做一个交换的话 还是EDG这边比较转 下路Hope也能吃到比较多的肚层 好吧 Hope的发育很好 上路 小命不多了 这边直接选择踢过来 黄机也就在后面做一个掩护 保一保自己的塔 现在EDG的话在塔推进上面是有比较绝对的领先 而且你这把就看 Skall的这个装备 这个12分钟这个装备 那是智雅水银鞋 身上还有一个没有发钱的矿刀 不过Icon刚才在下路 有收割到一个人头 也算是那一波支援 不算白跑吧 而且应该是一个大人头 对 补了一点罚音 刚才应该是收到Skall的那个人头 Skall的前面赏金应该还是挺多的 所以安康也是跟了一手的装备发育 现在有水滴有时光了 开始踏上卡萨丁的起飞滑行跑道 发育啊 现在说实话打架的话 卡萨丁还是没办法和队友正面作战的 那你得先助跑 滑行完助跑之后才有机会起飞的 至少现在上轨道了 其实这个局面挺难玩的 对对 这个落后实在太大了 现在打团的话 正面只要说EDG摆好了阵型 你是很难开的 你这个阵容不打一个先手的话 后手能力也必要一般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进去之后 有大树有巨魔有撒谎 还会把你给推出去 太扎实了呀 对 这把其实是两边有点上一把的一个镜像 就是放过来了 对 而且我感觉JJ的输出环境是非常安逸 对 JJ这把 其实JJ不好意思 就是说Hope的输出环境很安逸 还在纳闷呢 对对 你纳闷的同时还硬是帮我接了一口 对我是十分感谢你 我说的其实是Hope Hope完全不错 专业的呀 专业的呀 专业解说了 好 上了我又一波的单打 可是这个大树后面真的是比较难打动的 现在有机会把血量给压了下去 被大树一个Q敲了回来 卡特丁跟上 没闪 但是一技能空了 这个位置帮帮扛一下塔 这波没法再追了 没法再追了 这波三番五次的针对基诺这个大树 其实取得成效都比较一般 后面两次主要是没打下击杀 压是有压到的 血量也变低了 但就打不死 大树本来也就是一个团战型的 你这个没杀掉的话 亏了呀 还是很亏 亏了呀 团战里面感觉这大树还是非常有效的 对的 这把肚层也是 1600块 全部吃到 吃了十个肚层 这个EDT前期推进的节奏 感觉OMG现在有些难以阻挡了呀 不过好在有好消息 这把其实小龙的节奏 没有说那么快 有可能会给到OMG中期 一段时间的拖发育时间 但是你只能拖 你要想要翻盘的话 还是需要去抓到这边EDT的一些失误 现在想翻盘 团战必须要取得较大的收益 而且尽可能要叠在卡扎丁身上 或者说你多给EDT点 看看有没有这个解锁成就的机会 看看有没有就是到达那个门槛的程度 但现在EDT都蛮注意的 EDT在那个门槛边缘的时候都会稍微停下脚步 避免绊倒 最近也是一直有注意自己中后期这个滚雪球这方面 然后最近也是应该有做特训 这个位置下路两个人又缠组在了一起 双人组这边野斧是支援了过来 但大树的儿子已经通风报信了这位置 小冰全部清掉 没有冰的情况下三个人想要音乐吗 连克下了一个睁眼确保自己的位置没有被看到 这个原地下一个W 但W对自己的话反应有点慢 听到了 听到了以后女坦再补上一手控制 这一次这样捶你还不死吗 Gino最后剩下一点血 虽然被动回了一小口 但仍然不足以支撑下去 终于是在三个人塔后的位置成功击杀掉了Gino 但是Meko赶了上来 Meko一个勾 小五也是牺牲了 最终形成一换一 好像不是特别赚啊 上路这边派杰杰来防守一下 单代一个Icon 这位置杰杰虽然装备比较好呀 但是一打一打卡他钉的话也没什么办法 稍微把防御塔守一守 炮车乘一乘挣点钱 这波交换感觉OMB能接受 Skout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 猴子直接一个大招把他给抬起来 杀黄利用自己的进军之强 把猴子给推开以后 然后流杀一行是成功逃出成天 这波Skout四险还生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他的第二波没有被进到 但是现在水龙要刷了 这条水龙感觉OMG其实不是太好做一个争夺 现在卡塔丁在上路 只有一个时光的卡塔丁去正面作战的话 输出能力不是很高 感觉还是要利用这个水龙 给卡塔丁换一些发育的机会 对的 这个他自己单带比较舒服 还是要让Icon等一下Icon这个16级 在此其中还是尽量避免跟EG做正面的一个碰撞 但其实EG这个阵容中后期能力也不差 也不差呀 也不差的 也不差的 还是看卡塔丁吧 他真的能够再多蹭一点发育起来的话 卡塔丁还是有希望翻车 这把感觉卡尔斯在团战里面作用也很关键 能不能威胁到Hope输出的一个位置 相对的我感觉这个进场难度确实高 他把风龙魂 两边其实这龙都是能放的 看这边OMG怎么想吧 感觉卡塔丁还是开心的 就是如果能拿到的话 但是他现在OMG这一方目前零条小龙积累 还是比较遥远 对 那EDG拿了以后的争议倒是相对没有那么大 小龙小龙争议其实还可以 对吧 他这个阵容也是算是一个大招流 对 龙魂争议不大 小龙争议两可以拿两头吗 还是不错 下路掩护一手Skout的带线 看这边下路视野其实不是很多呀 这边胆子还是比较大的 后面有没有绕后TP的眼位啊 现在两边都是有双TP的 小五前锋也叫出来 这个位置把Maker也喊过来 此人又是一波转线 这一波的话硬逼上去 难以防守了 这波感觉有点 防守力 OMG这边倾限的能力不够强 而且高地感觉还可以装一头 是的 一样一模一样的套路 沙皇再立一个圆盘 掩护小狗先锋上来 没有人能够越过去点眼睛 所以没法子 他这个防御塔的血量 感觉等一下兵线 其实一直可以慢慢打一个消耗 不过谁负责点这个塔 因为这个时候毕竟也是没有大了 是 后面是有绕后眼的 这波感觉OMG有点想接呀 是的 已经在拼那个眼位了 在那个草丰 OMG必须得打 不能眼睛中看着自己高地掉 猴子和卡拉丁都能踢 但是没有来得及踢 呃 这波选的直接来正面 感觉现在这个装备的卡拉丁 可能说绕后TP也没办法完成收割 想了一下算了 而且踢过来的话 还有个太阳圆盘 其实刚才看出 OMG是有做思想上的斗争的 对吧 一直在听后面这个草丛里面的一个眼位 但是可能说 呃 想了一下 感觉现在装备差距稍微有点大 而且他这波搏一搏的话 就等于说是打决胜团了 因为这一波一搏输 其实这一局就真没了 这把也是给到一个近乎8二开的一个比率 一局 上下还是比较相信 EDG这个阵型现在获得的优势 确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讲说 OMG有番的机会 但是道路很窄 对 现在就是看能不能抓到这边 特别是EDGC位的一个失误了 嗯 呃 就这个阵容 只要说打团OMG能处理掉这个黄姬和女枪 第一时间处理掉其中一位 其实后续作战的话都是有一战之力的 但如果不能的话 这个三前排的扎实阵容 可能说让OMG很难受 对 哦 而且OMG的突进量 突进其实身板子都宝啊 对 这种就不成功变成人了 没有退路可言 对 EDG这个位置想要做一手包夹 但是是个卡塔丁 但是草里还藏了一个猴 遇到了真眼被拦住了 不过GNO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上当的 想包GNO嘛 但现在GNO还是比较能扛的 这个位置上来 再一个立场晕住 黄姬PP也交出来 但是侧翼的一个猴牵到了HOP HOP直接双招被逼出来 反身的话 这边HIKOR上去硬切打断一下 女巷大招在自己伤害不太够啊 一个大招回身 这波团战 感觉OMG还是要溜之大吉 哇 IKOR又被留了一下 还有卡塔丁 还是比较灵活了 但是沙皇在上前 继续追一波伤害 IKOR已经把蓝量给跳空了 但是没有留人技能了 他等一下去摸的柱子 就卡到了 但是好像追不太上的样子 追上了 终于 沙皇是贴了上来 戳了两下 IKOR遭到击倒 这一波其实OMG团战 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设施的一个绕后 猴子也成功地通过 插眼瞬间的一技能上去 去逮到了HOP 但是HOP双招一跤 往后面唱一个大招 其实这个地形太过狭窄 对我们据来说 团战还是太难 这波其实卡尔斯尽力了呀 虽然第一时间切到了这边HOP 但是HOP这边直接闪现进化 拉开身位 后续这边HIKOR又交闪上来 之后输出牌还是差那么一点 没有能完成这波 而且前排的Scout 其实也是没受到威胁 对 因为第一时间击火目标 也是 就是我这边阳攻大树 然后趁机去牵你的后排 可惜了 OMG这一波没打过 但我觉得现在高地掉了 其实对于OMG来说是个好事 反而有地方发育 对 就这种时候对面不推你高地 你才是最难受的 对 那你需要更多的兵 来保证你一个等级和经济 而且二十几分钟嘛 就如果说游戏时间 什么十来分钟 那种特别诡异的情况 十来分钟掉高地 那个超级兵是打不动的 对 现在OMG只要守着大龙就行了 大龙是一定不能放给EDG的 那就得要由带TP的人 在家去承受这下路的超级兵险 是 这一段时间 其实可以看到EDG五个人 都是没闪现的 这个打大龙还是B团 先做上半局视野 感觉EDG会采取 因为都缺闪现的关系 那个眼位很关键 这个扫帮没有扫到 这个很伤 这样的话OMG其实不用太着急过来看 因为知道你没再打 对对 但这边Hiker还要来吗 主要是怕他们越强下去打 但女枪是下不去的 就怕这边 撒谎嘛 那也只有一个黄机能去 撒谎偷起来还是有点厉害 来了这个位置直接打 但是有视野 看到了 这边排榻上有疏忽 小冲林Mako 在这边盯一手 但是这个位置Hiker是有机会抢的 关键正面EDG的输出量 算了算了算了 说实话 这一波如果硬着头皮打的话不太好 就给机会 嗯 主要这个位置五个人都没闪 万一说这波OMG进来 艾克控到几个人 说不定能打赢一波团战 对对 想了一下两边也是作罢 继续回线发育 那这个就对于OMG很舒服了 二三次再来一头 但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眼 左边那个眼睛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排到 OMG现在从上面急速接近 但Mako在上面想要来阻拦一手 Mako这个位置 艾克先把W性能给出了 但是Mako勾到了艾克 这时候再配上一个弹幕时间 哇 黑客直接蒸发掉了 没有机会抢这条大龙了 OMG还不想放弃一支剑 但是没有抢到 大龙还是别的稳稳地省下来 后期再留住这边小五 小五这个位置 队友也是没有能跟上来 所以放弃了对小五的追击 随波的下路双刃组搭配啊 是牢牢的把海克定在了岸边 然后用女枪大招把人头给收掉了 而且海克阵亡之后 后绝还能再利用上路兵线 再推你一个二塔 甚至这个高地 如果这个兵线接的太漂亮了 兵线接的太漂亮了 然后卡扎丁在下路的推兵出塔 是下路这边 兵线压力也渐渐涌上来了 而且基诺现在是有TP的 还可以去中路带一手 OMG这波防守有点难受啊 还有没有眼位可以绕后 没有了感觉猴子在后面被找出来了 在后面和杰杰做一个单打 在这边感觉杰杰很肉啊 吸了一口一个柱子 反而是限制住这边克尔斯的 闪现的沙皇一上来之后 是逼出克尔斯的闪 那猴子已经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了 这一波的话 TTG最担心的一个威胁 就是猴子进到后排 转一个完美大 已经被逼掉了 感觉这个上路高地也有了 这波OMG没有太多防守的资本 有一个勾 当然Icon这边还是很灵活 上路高地也是高破 这波EDG应该是可以回去补给一波 这个局面其实 经济已经领先了快接近一万了 感觉这把 可怕可怕 紧张了紧张了 对于两边来说都还是要慎重 很刺激 这个沙皇这个装备 帽子现在也出出来了 而且双C身上都是握着一个秒表的 这波团队容错率也是十分高 就更难杀 虽然OMG的中野也有双秒表 但是这个影响 关键是这是一个OMG的冲阵地的战斗 OMG必须要把这两个装置冲倒 装备差距太大了 现在两边 猴子现在装备都已经被大树追上来了 通过团队经济的一个滋涼 对 现在小树也是成长起来了 那虽然说卡扎丁只差一击就能够达到16级 但是OMG最后的这个中路高地 感觉没有时间了呀 对 有个OMG时间不多了 要不会负决定一波吗 中路也要失守了 感觉这波可以三路大兵骑鸭 让OMG再不开的话 感觉就要在沉默中死亡了 唯一的一波机会就是门牙双塔下的决定一波 只剩这一个了 还有没有奇迹了 现在感觉OMG需要一波奇迹团 已经继续经济控制的很好啊 9000 这个位置三路超级兵 黄吉安回去再补一波装备 我好稳 这边踢过来 这边小兵一定会把门牙啃掉了 大树大招开出来 这边艾康直接苗表被逼出 我觉得海阔大招也用了 这边一个弹幕轩效果非常好 这瞬间骑死 这边两个人猴子一波进场 一个杯水车芯 我这一波感觉一波零换四团呐 要去那场比赛 HOP打下了三杀 就跟我们前面猜的一样 HOP闪现进泉水想杀 赶紧猜 保一下HOP 最终是EDG 摧枯拉朽地击破了OMG的基地 赢下了这场比赛 也是2比0胜利同时宣告 EDG与淘博双双携手进军季后赛 也是很成功呀 最近EDG用的这个一抢巨魔战术 而且两局其实事实上都看出 就是第一局是没一抢巨魔 然后OMG得赶紧抢巨魔 就是巨魔就算我没一抢 它甚至都还有影响力 是 这个一抢巨魔是不是使得巨魔会逐渐的受到重视 因为如果我观察LZK比赛 它重视巨魔的程度是T1级别的 甚至T0级别的重视 但是感觉在LPL是尚未成为一个流行风潮 对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下一场只要RNG下一场比赛赢下来 应该也是确保自己能进入肌肉赛 是的 是的 RNG后面的 其实RNG后面胜的场次也都还 就不是那么艰难 对RNG来说肌肉赛之路相对的没有其他的 没那么紧凑 对 感觉还好 但是他的对手DMO 也是仍然要为自己的生存去奋战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嘛 就是说没机会8胜的队伍 如果是RNG赢了这个BO3的话 会被抬走 但是在RNG落败的这一个场景下呢 没机会8胜的队伍 都还保有最后的那么一丝希望 7胜进BO3 这场也是2比0战胜MG之后 就现在电粉也是可以松一口气了 电粉没有啦 刚才我们也就是斗着玩 刚才那个剧本1万电粉也不紧张 对 习惯了 习惯了 又一个习惯了 好 我们来看EDG这一场比赛的赛后数据版 这场比赛的话 在第一波的中野野区遭中的情况下 就使得OMG全局打得非常艰难 这吧 其实杰杰和MACO野辅之间的一个配合 是让OMG前期是很窒息的 前面的中路月塔 包括说下午前方的转线吧 这种OMG在拿一个前中期比较被动的局面下 又惨遭EDG针对 是导致没有说能拖到卡拉丁发力的一个时间点 特别要提的是克斯两局比赛几乎都在前期对GINO取得了重大的压制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后面这个压制都会被EDG通过团队的团战的方式给化解掉 这波其实人也在 但就是没办法 因为你确实这个中野选的太弱了 对 而且这场比赛告负的话 其实OMG的GINO赛形势也已经非常的差了 没错 现在命运也掌握在别人手里了 这是下落的第二波 便可上来 然后打散线 打人头 还正确的让到C位身上很难受 一个TP到下落 夹上来 飞身戳戳 进军墙 这波没蓝了 没蓝了 而且这边马哥是身上有治疗的 但是EDG就是优势太大了 这边你即使先找了一个好机位 但后续我人吃人过来 你车波还是不转 没错 感觉现在EDG唯一有一点不稳的就是上路GINO了 这两把其实GINO的发挥 感觉还是没有到达一个比较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中后期的团战处理看起来没有出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对线端 是 对线端感觉被克星压的滑走 对线端感觉有点惨 就是这一波 算是绝命一波团吧 这双招一交猴子没有机会 还被一个进军墙推到外边去 这位置太难受了 拖铺反应很快啊 这个拉伸位回头反打的这个时间 也是极限缩血 包括说最后一波就这个时间你OMG再来打 就这种团 可能打100次可能输99次吧 对这个团难度过大了 拖沛差距经济差距已经太夸张 这种一万经济想翻盘 还是有点难 那得看对手赏不赏脸 那本局比赛结束的打场军选手人气势力值 就是Hacker跟Curse 还是能够与Gino还有姐姐分庭抗礼的 感觉现在EDG 也是慢慢状态还在往上走 对吧 这一支就是现在重新回到队伍当中的上野 对的 配合回到去年的阵列 还是让EDG感觉是步步高 那么Mako今天也是获得了我们选手人气势力榜 粉丝贡献的第一位 包括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个大日子 所以粉丝的这个赞助也挺多的 我们分场比赛的MVP要给谁 我们先来盘一盘 这个是MVP感觉都可以 这把就是 Scout 除了大叔之外感觉四个人给谁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把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胜利 是的 对吧 第一波我们刚才有盘过说第一波是关键 而第一波其实是除了上路以外的四个人都到齐 来看一下MVP花落谁家 来就给到0-0-13的Mako 也是本赛季第二个MVP 而且也是里程碑的一局 可以 已经超过我职业生涯了 你这么自黑真的好吗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还要黑我的就但我不说 还不如我先黑一波 还不如自己黑一波对吧 还能涨点粉 你这招跟反反学的我感觉到了 那Mako也是喜提这一局的MVP 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大家想不想看我们采访Mako 那肯定很想了 肯定很想了 反正我是很期待的 好 我也是蛮期待跟他聊一聊 因为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肯定也是洗上眉梢嘛 那没关系我们稍等一下采访 那季后赛的形式已经都给大家拍的差不多了 在下一局比赛开始前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下一场的一个对阵吧 DMO跟RNG 其实RNG我感觉最近 大家还是大家讨论的一个核心啊 其实状态不是很好 说说RNG最近 感觉是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大热点我发现 就因为赛季初发挥比较好的小龙堡 其实最近感觉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前期前出期节奏 往往不能带领RNG拿到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节奏 而且当他没有能够打出连环不断的击杀进攻节奏的时候 其实RNG的其他人好像不太适应这种 整体会显得很被动 对就不太适应这种小龙堡如果不能出来gank杀人 我们好像有点找不太到打开局面的方式 对有这种味道在 我觉得它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就是说当你有点像类似什么 我举个例子不愧是兄弟 对就跟E-Star现在被前期被打熄火之后 E-Star就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味道是有点类似 自己比较擅长几个英雄被封锁之后说 可能说没有那么容易把前期节奏给展开 对而且关键是呢 你越火热就越容易被对方研究针对嘛 现在也是大家都习惯 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你这种高进攻的打法 但是习惯来让你打不出来之后 自然而然就可以扑灭你的视图 最近是有这么样一个感觉 所以下一局的安全对决我想应该也是有很多粉丝在关注的吧 本局的话当然还是要等待一下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NVP的采访我觉得感觉是特别重要的 让我来看看我们准备了一些什么题目 可以 还是围绕着这个历史第一人对吧 确实啊 而且Miko也是也算是老将了 对吧 我们今天还在聊这个话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确实在LPL赛场上也是征战了很多年了 而且从他就是登板以来好像就没有替不过 好像就没有替不过 那就是一直都呆在首发的位置上面 这其实还是比较难得的 对你想15年到现在 就你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自己一个经济状态 较好的状态 对对 不能够被换下去 这其实还是相对困难 嗯今天真的是5000助攻我们前面有聊哈 就是说第二名以上都差他1000多助攻以你的经验来看 你觉得1000多助攻要打多久才能有呢 就至少我觉得一年吧 嗯 就除非说你特别能杀 就你就算再能杀 我感觉一个BO3里面最多也就能拿个三四十个撑死了 那很多了 差不多了对吧 对 这100场比赛 三四千了就 嗯 对吧 但是100 100个BO3 对吧 一个赛季也打不了这么多 打不了打不了 一个赛季对现在就16个BO3 100个BO3 你这最起码要打上一年 而且你还赢得多 那他一年还不够 就算给你打满你一个赛季撑死 你也就打大概最多最多打二十几个BO3 而且最主要你在打别人也在打 对啊 对吧 每一口这个状态再站个两三年感觉问题不大 嗯 确实是这个样子 还还稍等一下 还稍等一下 我们我知道大家很急啊 大家不想看 我们也很急 我们也很急 不只是你急啊 大家都急 没有关系 那 这是5000助攻 其实我们历史上达到里程碑的几个人 然后目前为止我们去回想一下 其实不只是需要打得好 而且还要能够持久 对吧 还要持久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因为主要现在就是这种很多数据板上 有很多比较高的选手也都已经 对吧 离开了我们现在赛场 可能说换了一种身份 回想一下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助攻榜 榜一是Mako 第二是平野林 第三名是场长 场长 二三名都都其实就是都换了一种身份 在LV有努力嘛 对 那四五的话是小虎跟Rookie 对 还在奋斗中 还在奋斗中 那其实你看这不只是 不只是要能打得好 还要能够长年保持这个竞技中 不能像某些人一样 昙花一现就那有 没有就没胜开过 我们现在自黑是越来越厉害了 没办法 没法子 没法子 因为你不自黑 别人会黑你的 好 那 我们 是很想赶快邀请Mako 但是好像还没有好的样子 再聊一个别的话题 我们来看下一局 其实除了RNG 我们刚才聊下一个对阵的 队伍 一是RNG 另外一边是DMO DMO也是 边缘排排 其实本赛季的DMO 感觉走的比较 其实相对艰难一些 是 可能 前期其实是打的比较坎坷 但是中后期 也有 几波是找到了一些自己的节奏 但是 整体来讲感觉 OMG 现在DMO 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的道路 因为包括 选手方面也是 一直在尝试的 轮换 对吧 一直在尝试轮换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导致他们 有时候打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也不知道到底说我去打哪个是最好的 就如果有一套核心的制胜方法 然后尽可能的围着核心去做 展开 什么意思就是说 跟这套相似的我也能练一练对吧 那你得先找到一个核心打法 我觉得DMO 本赛季遭遇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去年表现非常好的 包括小鹏 Gala Mark 然后在今年我觉得本赛季的改动之后 其实有一点摸索的味道 因为他们中野这赛季其实一直有在轮换嘛 对 他们是有两套中野体系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稳赢的打法 这个是DMO比较可惜吧 但是没有关系 后面继续再做一手调整 春季的季后赛就算是没有机会 其实夏季还在等着大家 舞台还是很大的 关键今年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情况的关系 其实季中赛感觉也都先延后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 所以其实春季的 这个我觉得春季的比赛也遭到一些的延后 那很快的就要进行夏季赛 其实我感觉今年的中野修赛期很短 今天感觉好满啊 对吧 我们20号 春季赛常规赛结束 然后22号机游赛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其实以往是完全想象不到 因为以往最少也修一周 对啊也要修个一周 对 那这一季就感觉时间特别紧 然后你想 5月2号就决赛了 5月2号就决赛了 那今年虽然没有MSI 但是夏季赛的话 有没有可能往前拉一拉 我感觉这么早打不好说 好吧 这就是这情报咱不知道 咱不知道 咱现在就是猜 一会导播又警告 就说别乱讲 别乱讲 夏季赛还没有确定解说不要乱说 但是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 春季赛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赶紧去准备做夏季赛的调整 跟未来的长远的打算 其实是没有问题 很多队 因为大家最近 我觉得最近最常被问跟大家关注的话题 就好像只有季后赛能不能进很重要 但是我一向是觉得说 你进也要能往前打 你只是进好像也 其实说没那么重要 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 完了刚才我在想别的东西 我完全没听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木屋跟我说了一句我没有听清 对 没有 没事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一点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这个采访 我刚才也一直是在鼓噪这个气氛 但是我们技术上有点问题 我们要稍后才能来进行这个采访 我们先休息一下精彩比赛 马上回来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